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法拍案例N4 没有未来的人最可怕 当我们去敲债务人的门 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观察 观察这一个法拍户 是不是有机会成为一个未来的凶宅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人 就是要看那一个 除了知道占有人是谁 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占有人是不是没有未来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一点 举个例子 假设一来你今天去敲债务人的门 或者说你在敲被法拍那个门 如果今天他是个租屋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最简单 尤其是公司乘租这个房子 那这个问题最小 因为基本上来讲 这中间可能没有串模的事情 而且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 他还有一个房子可以租给别人的话 代表这一个债务人 他一定还不是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所以基本上我最喜欢所谓的不点交的房子 那如果是点交的房子 那大体上都是一些债务人跟债务人的亲戚 所以你就要看这个债务人 他的未来观 还有所谓债务人的亲戚当中 是不是有所谓的弱势团体 那这个地方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你一定要早一点去 也许你在拍的时候 你都第三拍第四拍进去 可是你今天要锁定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要早一点去 早在第一拍 就是大家都还没去看房子的时候 你就去看房子 你做第一个去看房子 那这个时候正常来讲 大多数的债务人在这段时间 都已经没有朋友了 那所以说可能心里 而且他对某些问题 他可能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心里也是很惶恐 所以这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我们以协助债务人解决的心态 作为讨论的议题 我们是很有机会 可以走进这个债务人家里 去看看这个房子的格局跟装潢 那当然基本上来讲 你在跟债务人讨论的时候 其实你要提供很多帮助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可以询问说 他到底想不想买 如果他想买却没有知识 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忙的 如果他想买可是却没有资金 那你资金够 事实上也是可以帮忙的 又或者说我们今天换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今天想用其他亲戚来买 那我们站在善意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说我们在跟他的讲法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他想标 那我们就不进去标 那如果他不想标 那我们要知道他没有出路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就直接谈一个搬迁费给他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拍钱协调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拍的话 那我们可以跟他讲 就是我们决定说 这个拍钱协调的时候 讲的就是我们合理的搬迁费 我们可以给他多少 或者我们今天来询问说 他在搬迁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就在拍这个房子之前 就已经开始处理相关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敲债务人的门的重点是 第一个早点去 第二个观察债务人的重点是 他是屋主是不是没有未来的人 那屋主的亲戚是不是有弱势团体的存在 那这个东西是考虑到未来的社会资源 然后再来 屋主是不是还有退路 他是不是有老乡 他是不是有父母 然后他可以做这个退路 如果说今天屋主他只是一个人 或者说屋主你发现 他已经罹患了重大疾病 举个癌症 像这样的东西 那很有可能这个房子 你千万就不要去标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未来 又或者说 你千万不要去做压垮最后面的一个稻草 举个例子 如果屋主他现在已经感觉 他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他又有一大堆负担 又有一些植物人要照顾 又有联老的双亲 然后可能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要住哪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就是我所认为的 比较没有未来的人 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东西澄清有一个法拍前辈讲 他说口气 口德很重要 意思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在跟一些可怜人讲话的时候 你要同理心 你要那种想法说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你该当怎么办 所以你不能够用那种很盛气凌人 或者是防止是你的那种概念 那当然你当然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你都扮演得很好 在议题掌握 你考虑到不伤害债务人的情况之下 让他觉得很舒服 那很有可能你就有那个机会 去看看格局跟所有的状况 然后再来甚至去借个厕所 那你就知道餐厅 所有的成本你就可以估起来 那未来上法拍的时候 你的估价就会更精准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费用 所有的装修费用都在你的考虑之下 你就不可能出一个标金 是一个太高的金额 那这个地方就是你比别人更有利的地方 那如果说 占污者是租人 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 最主要就是谈一个可以接受的条件 或者换一个例子 你可能必须要告诉他 他现在要对屋主只付租金 然后再来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未来可以把租金交给你 那最后一点我们今天来讲 钱不是万人 钱也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偶尔当几个月的爱心黄冬 也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分享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判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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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